当时最终的投票经过了30秒的真情表白 观众的选择最终出人预料的选择了常识磊 第十集前的你如何选择 那么观众的选择是否正确 马上为你公布 观众们选了常识磊 不回两种结果 一个就是你们各位火眼金睛选中了 一个就是各位选错了 把真正的大忽悠放走了 那么接下来需要让他自动现身 当我出到三的时候 四位谁是 请把右手伸出来 一 二 四 过去了 三 让我们一起回试一下 常识磊是如何忽悠我们的 我已经不觉得猛了 没感觉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提醒你们不要老在电视机前坐着 丢东西 可以 你看被窃了 听人气 一声 七百 哦耶 不应该因为我的分高然后就选我 这到底是 还有哪七嘉宾曾经被冤枉过 黄狗选认为会是谁 拥新 拥新 我先 先反显这这一轮选选拥新 拥新 拥新量吧 其实 他要报过 就可能是他吧 他分数特别高 按分来说 我认为他是 应该是 小熊 你可以说是 分是最高的 谢谢 估计现场的朋友们 我也 把床主席 听了这句话 运动则不达 你跟你失败 所以我们大家 看中你来了 请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面 请 感谢黄狗选 感谢熊维 感谢重新量 感谢现场 以及是第一次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下周软图一时间 辽宁卫也是 盗子是谁 不见不散 接下来 拿出你的弱形来 喊出那个字 咱们是一个 我是你 着空荡出雨 灾难的路 也要在一起 你先找到 人生的路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